夜科在直播中再次被问到是否插足别人婚姻 夜科直接正面回应 绝对不是小三 也没有破坏别人家庭 并且会将23个造谣网友的赔偿 全部拿去做慈善 还让网友们换位思考一下 谁会敢去当那个人的小三呢 而且自己什么都不缺 哪怕自己一个人过也能很快活 完全没必要去破坏别人家庭 这段有理有据的解释 打消了很多网友的疑惑 给了那些造谣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也通过法律保护了自己 但是从头到尾 夜科也没有否认过和教主的关系 两人还多次被发现在一起 也都没有过解释 看来这是打算谈一场不隐瞒 但也不公开的恋爱了